我們說到呢 在三星的部分 我跟你說喔 江老師那個時代不是叫聯合叫科舉喔 你不要哭如來賓喔 光緒九年的近視 近過漢林院 點過漢林的 我跟你說 好 重點來了 你要進去三星也真的不簡單 但為什麼大家都想進去呢 因為福利真的是蠻棒的喔 沒錯 其實我們在講韓國的文化 他們是鼓勵贏者全拿 一將攻城萬古窟 我們剛才談到說這個重考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嗎 韓國的重考率多少 百分之二十 十幾萬的人待在考試院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能夠進入到大企業裡面 因為大企業的福利真的實在是太好了 第一個部分一定是高薪的聘級 那我們在想說 他有沒有提供這個住房的補貼 他們提供住房補貼的方式是什麼 是依照你的需求 然後開出你的預算 然後全額補助 在三星當中是這個樣子喔 全額補助喔 對 所以他不只說你是在租房的補貼 你依照你的值等 你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是約聘雇 那個可能沒有 但是你到了代理 甚至是組長 科長 部長 甚至是經理 副理的階段的時候 你會依照你的配額的時候 你就可以全額補助 那你把它設定好條件 到公司的距離等等的 那他就會安排房屋仲介協助找房 重點是這個四個字 費用全面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為了要能夠進去大企業 尤其是三星這樣子的 這個如果說這個三星 它就是站在這個韓國當中 所有的GDP當中 百分之二十五的時候 你是三星共和國 所以呢 當然很多的大學畢業生 甚至是重考生 為了擠破頭 要進到三星裡面 而且連吃飯都不用錢 所以就是完全的包吃住 免費的提供全新的家具 跟各種的三星家電 那我們知道說三星是最重視這個 國族家恨 國仇家恨 所以他們其實裡面有一種忠誠的潛規則 就是我們大概使用手機也都是用三星的 我們使用家電也都是用三星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 你怎麼不能在可口可樂上班 喝百吃可樂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們對於人才的這樣的一個待遇的重視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強盜吃肉 但是同時也要強到可能會挨揍 所以以至於說他們在各個的產業鏈當中的文化有所不同 像是這個是三星集團當中的制藥文化的產業鏈 它有一個911的這樣的一個規範跟內規跟潛規則 是告訴大家說 公司聚餐應酬不超過9點 然後應酬時只能喝一種酒 不能混酒 可是他們其中有一種酒是燒酒加啤酒 就是他們的一種酒 就生水炸彈 對 完全就是生水炸彈 然後一個晚上只能在一間餐廳聚餐 而且新員工還沒有蜜月期就直接開工了 直接上工了 對 因為他們是嚴禁 當然嚴出嘛 你必須得要說我要做好精實的這樣的一個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說他們沒有蜜月期跟適應期 我花錢不是叫你來學習的 對 我給你高薪 你就必須得要拿出KPI拿出績效拿出產值 那很多的部分來講說我們常在看一些韓劇或是日劇當中 會有一些既有對他們職場文化的一個概念 是說階級跟倫理這件事情 通常大部分你說在中國的這個狼性文化當中 常常是甩鍋或是台灣當中 可能會有這個鬥爭或是職場鬥爭的關係 可是在韓國往往其實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意思是指說當你坐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是這個辦公室當中的主管 你通常都是比其他的你的部下最早進辦公室 但是最晚也出辦公室 我覺得三星比較有趣的就是他們BMI也是他們的KPI 所以以你的BMI你可能只能應徵三星的 沒有 我的BMI很高 表示我的KPI很高啊 對 可是你的BMI很高可能就代表你不夠瘦 你不夠瘦 不夠精緻 你可能只能當三星要介紹 就是我們的這個三星的BMI 也就是他們的KPI 所以呢其實你會發現說 三星他在做任何一個資方的門面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要升遷到作為資方的代表 也就是所謂的代理啊 到這個部長級 甚至是這個副總級的時候 KPI當中有衡量一個標準 就是你的BMI 因為你必須得要代表資方出去探討 如果你沒有辦法控制好你自己的體重的話 你怎麼有辦法做好你的工作 對 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在階級森嚴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通常啊我們在這個韓劇裡面 他從會有在這個職場文化裡面 有在講一個四個字 叫做萬年代理 意思是指說 他雖然從這個約聘戶到了正職當中 但是呢因為他自己的形象管理 或者是在這個處理這個人際關係上面 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所以呢他做了萬年的正職員工 沒辦法到管理職 可是呢他每一個管理職 他必須得要在公司服務八年以上 才能升到資深經理 再八年 所以呢第一個部分是 在於三星或是韓國的大企業來講 他們在終身僱用制的前提底下的時候 第一個他們要累積的是年資 第二個是他必須得要做為資方當中 做好最好的企業形象的代表 那第二個部分呢我們要來看的事情其實就會是 在韓國當中甚至是大企業當中 你除了你要把自己的形象顧好的時候 我們要看下一張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其實他們都是軍事化管理 我們通常都知道說在外商公司啊 常常就是自由的彈性上下班的時間 可是他們的軍事化管理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知道在這個組織管理當中 有這種鄉村俱樂部的方式嘛 我們很重視人情義理 但是呢對他們來講只有目標沒有其他的 你任務要達成基本上就一定得要達成 所以呢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台灣有去三星工作的員工 他有分享一些故事是說他在日本度假 結果他同事啊緊急的打電話給他說 欸現在就有一個大案子必須得要處理的時候 他就必須得要在日本當中 他要找一個咖啡廳馬上的連線去解決所有在工作上面的問題 結果呢他會發現一件事情 同事有沒有做出相對應的犧牲 有沒有做出相對應的付出 有因為同事已經約好了要去打高爾夫球了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三星當中你雖然坐領高薪 但是你背後的付出其實是非常的刻苦 你除了再從小學的時候開始 你這一輩子都要為了可能進入大企業這樣一個窄門 努力拼搏 好其實三星呢對員工來說的龜毛 也反映在他們對合作廠商的身上 不是你在說嗎 人家日本人是龜毛 但是三星是什麼 是機車 到底會多機車 很多台廠 其實我們說我們雖然韓國在民族情感上 有一些碰撞與衝突 但是有生理也是要做 有錢也是要賺 但是昌星哥 聽說接三星的單不好吃 錢要賺對不對 你賺錢也不要賺到賢 今天就是這樣 賢賢又賢餓 其實韓國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他的國家不好 可是說跟他交手的過程中 日本真的是嚴謹 對不對 而且跟你什麼 條約簽得很好 可是韓國基本上 台產有接到韓國的單 一方面很開心 一方面又不開心 怎麼說 結局好複雜 像極了愛情 因為你沒有單子 員工不能生活對不對 有單子為什麼又難過 有單子很好 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三星他有做垂直整合 所以說其實他的上下供應鏈 一台做就好 他有產品 他有晶圓 他整個都整合得很好 可是為什麼他有把單子丟出來 兩個地方 第一個怎樣 拍照 做不出來的 毛利低的 我就丟出來讓你做 第二個 第一個那個還好 第二個是什麼 我想學你技術的 我做不出來 我做一把單子丟給你 不是不好做的 是我做不出來的 我單子丟給你 然後怎麼樣 讓你做 做一做之後 我再怎麼樣 我可能反主義 我去學你的一個態度 畢竟說台廠接到這個單子之後 其實三星的這個彈忘記 其實他比較明顯 所以彈記的時候 不好意思 忘記的時候 單子很多趕不完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對於台廠來說 就其實相對的 他就很不用 不過你的人員很難管理 很難管理 所以舉例 我們說去年的華為 不是重劍弱 下來的 韓國現在的三星 佔全球四三女百分之二十二 其實是很高的 非常高 高於蘋果還是比較高 可是他出這個 我們說Note系列跟S系列 一直在出的過程中 台廠去接到他單子的 底下我講幾個 光學廠叫大力光 有雙紅做散熱的 還有神盾做指紋的 不是在報名牌 這一些接到單子的 股價都不好看 這股價都不好看 都變成房子標 其實接到Apple 接到其他的訂單 其實都很好 接到三星那樣 股價都不怎麼好 所以壓三星供應鏈 基本上都是賠 所以其實基本上 回到三星自己的 企業文化裡面 我們就提到 包含你在三星裡面的人士 也都什麼 頻頻的在更換 我們說那個梁萬松 他不是跳到這個三星去嗎 就台積電被挖 挖到了 挖了之後 其實過了幾年 發展出來之後 結果他也不一樣 所以梁萬松才輾轉 又變得到整個 你用完就丟掉了 就用完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其實 不然用完還放在那邊幹嘛 對 用完就沒有了 秀情啊 不在秀情 因為他是用高薪 真的是高薪 比如說我聽說 就是三倍到五倍的薪資萬全 那不是跟我們現在大陸 廠商外人的方式 其實很加嗎 其實大陸也是一樣的 他一樣跟你學東西 他都是 哇 肯公公基金 給你很多錢跟你學 可是學完之後 我會了 基本上我就開發一樣 就開發一樣的產品 所以其實大陸跟三星跟韓國 其實他們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些所謂操測的動作 雖然在商業上 沒有所謂的對跟錯 但是台廠 有這麼多先進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小心 這個企業文化 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 如果是Apple 或是Intel這些是說 我尊重你 我們一起做夥伴 這樣OK 大家說我來逃二 避這我的東西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小心 危險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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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